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也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这件神奇的东西就是单书铁券 在古代 单书铁券是不轻易发放的 只有在历朝历代建国初期 开国皇帝为了封赏那些在战争中立下汉马功劳的文武百官 才会为功臣们制作专门的单书铁券 在单书铁券上 一般会详细记录功臣们的功绩 但是在历朝历代得到单书铁券的功臣和家族 大多数没有好下场 例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开国之初也为很多大臣颁布了单书铁券 但是得到单书铁券的功臣们 大多数都被朱元璋杀掉了 所以 单书铁券虽然名义上可以免除死罪 但是最终的决定权 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 皇帝信任你 不给你发单书铁券 照样重用你 想要杀你 家里面就是单书铁券堆成了山 也只是废铁一堆 说到底 单书铁券只是皇帝笼络人心的一种工具 纯要是真把这东西当回事 最后免不了要家破人亡 鉴于单书铁券的双层意义 后来有人干脆将单书铁券比作刺死铁券 很多功臣坚决反对皇帝给自己搬这道催命符 因为力的功劳越大 就意味着对皇帝的威胁也就越大 一般的功劳 皇帝会选择为你家观尽绝 当你功劳实在太大 皇帝尚无可逞的时候 也就是你最危险的时候 此时皇帝一般就会发给你一道单书铁券 这道铁券虽然肯定了你的功绩 但是也意味着早晚有一天 你会成为皇帝的心腹之患 历代皇帝身通帝王之术 为了除掉权臣 常常采取疆域取之 必先与之的斗争策略 先用免死铁券和至高无善的荣耀来麻痹功臣 随后大开杀戒 到了后来 单书铁券的招数已经被用烂了 所以清朝就很少颁发了 但是在宋朝时期 吴越王乾流就曾经得到过唐王朝颁发的单书铁券 当时唐王朝的地盘已经纷纷被军阀瓜粉 小皇帝被朱温所控制 中原展开了逐路大战 古代之国的混乱局面正式打开 此时 中原各方势力 谁都不把苟延残喘的唐王朝和小皇帝放在眼里 而吴越王乾流却始终对唐王朝恭恭敬 时常上表进宫 唐朝小皇帝一感动 就给了乾流一块单书铁券 虽然没啥用处 但是乾氏家族还是将其当作传甲宝 代代传承 后来宋太祖平定天下的时候 乾氏家族主动地归降 并将单书铁券献出 但是宋太祖并没有将他们的单书铁券收回 反而让乾氏家族拿回家继续供奉 以此表示对乾氏家族的信任 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封赏功臣 也准备制造大批的单书铁券 但是令人尴尬的是朱元璋家里三代贫农 从来没有在朝廷里做官的亲戚 也不知道单书铁券长刷牙 于是有人就借一朱元璋仿照当年乾氏家族的单书铁券制作 但是朱元璋并没有将乾氏家族的铁券没收 只是借来一用而已 到了清朝时期 乾氏家族继续供奉着这块单书铁券 虽然时过境迁 唐朝颁布的单书铁券 当然在清朝发挥不了作用 但是乾氏家族看来 这不仅是家族的荣耀 而且也成了他们家族的一项使命 到了太平天国时期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打下了南京 控制了浙江江苏等地区 乾氏家族为了防止单书铁券被太平军没收 于是就将它藏在了井窖之中 直到战乱后才取出 后来又躲过了一次次的战乱 一直传到了今天 算起来 这块铁券已经经历了六朝上千年 但是却始终在乾氏后人的手中保存 乾氏族人已经将这块铁券当成了自己家族中的一部分 不仅是家族的荣耀 而且是曾经家族地位的象征 建国之后 乾氏家族主动将单书铁券交给国家 如今已经陈列在博物馆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